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汤 那饭跟菜我们就把它凑在一起 就是一饭一汤 好不好 那我们的汤是 红喜菇味噌汤 那饭的话做一个叫 大家亲子都有听过吗 不是亲子 是他人 就是他是你我他的他 他心动 他心动 那我们先把味噌 这汤咧 我们先把它放进来 这个海带牙 你拿到手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的习惯性 会把海带牙泡到这样软 其实我不建议 这当然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 制作单位帮我 很贴心的做了这个部分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海带牙他很容易 他必须要让他释放甜度出来 那所以你如果手拿到海带牙的时候 第一件事你只要稍微清洗一下 哦 就就把它跟水拿开 因为你这个时候泡的话 他的那个甜味都会跑到 这个泡的水里面 那你就可惜了 那你如果说稍微清洗一下之后 确定他没有这样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丢到里面来 那个海带的甜味就会全部释放到里面去 哦 所以这个是 很常大家会 因为想说把它泡开这样比较方便 但是你不能泡太开 这个在不是只有日本料理 在这个 韩国料理也是一样 韩国不是每次生日都要喝那个海苔 海苔汤 一样 我就曾经想尽办法去做我认为好喝的海苔汤 就发现都不好喝了 然后去了这个日本 去了韩国之后 韩国的那个欧木尼亚 才跟我讲 我才发现 哦 他讲的很有道理 怎么以前没有想到 那红洗菇丢进来 这个方便 小大门方面就是不太需要什么 花什么精神去煮 就是把东西往里面丢就好了 那味噌汤的几个元素 好比说这个 这个 豆腐也是一样 嫩豆腐就把它放进去煮 味噌汤其实没有想到这么难 然后手要小心哦 因为没有地方切 手小心哦 然后自己讲 然后割到 然后待会就会雪豆腐 好 把它放进来 然后味噌汤你放进来 现在目前是让它 味道让它煮进去 就让它在这边煮 那眼睛看什么 这个时候眼睛看是看 看红洗菇 红洗菇要煮到有点软 它的菇才会释放出来 那你还有一个就是 哪一点 很多时候人家会说放柴鱼汤 可是你真的相信我 柴鱼汤对我来说 它当然比鸡汤要方便很多啦 因为鸡汤你还要熬鸡 要汆烫鱼汤要花时间熬 柴鱼汤可能就是 比如说水滚的柴鱼片放进去 或是你里面先放点昆布 那因为里面有海带芽 所以昆布可以拿掉 但是还是麻烦 那我的习惯 因为反正它会需要点咸味 那我就放这个柴鱼酱油就好了 我的习惯 那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要照我的方式 就是这个是很方便的一种烹调方式 好 那味淋要不要加咧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咧 再去试它到底需不需要 哎呦 没办法喝了 现在是不是在试它的 咸度 因为还有味噌 现在是在试它的甜度够不够 甜度不够就加味淋 那如果你觉得你喜欢稍微甜一点 你可以加味淋进去 没有味淋好 可以加一点点糖 但不要加多 因为糖的甜太直接了 然后我们今天的味噌 常常因为一个小大房 不用那么麻烦 那个葱我也没加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其实就很好喝了 菇也差不多了 可以再煮久一点 如果说你今天喜欢那个菇再软一点 甚至有时候 因为小大房 我并没有说跟大家 去做出那个太复杂的料理 那不然严格说起来 有红喜菇的话 稍微炒一下会更香 然后这个稍微拌一下 看那到底 那个 味噌是不是都已经化掉了 化掉就好了 很简单 然后料又很足啊 对不对 那你该有的都有了 味噌汁 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他人洞 什么叫他人洞 日本很有趣 它有所谓的 親子洞 数洞 它的丼 就是所谓的 丼饭有很多种 那親子洞是什么 親子洞 亲什么 妈妈或是爸爸跟小孩 就是鸡跟鸡蛋 鲑鱼跟鲑鱼卵 这都叫親子洞 那什么叫他人洞 就是加进去这两个 完全不搭嘎的 就叫他人洞 这是日本人 对 对 这日本人很有趣 他就这样取 他进洞 那一样 你要切 如果是这样切 会比较释放出味道 所以我是逆纹切 那基本上顺纹切的话 比较吃得到口感 那大家自己决定 那因为在 你如果刀锅没那么好 你可以切稍微厚一点也没关系 那不用炒 不用炒 很多人在做这亲子洞 都认为说要炒 其实不用炒 你把它放进来 然后就可以把肉 今天我用的是梅花肉片 你也可以用这个五花肉片也行 但因为我觉得五花肉片也太油 所以我用梅花肉片来代替 那记得放进来一个一个把它剥开 但吃起来不会结龟球 因为我们小编很认识 什么叫大人冻 因为我们小编很认识 我刚才讲完 差一辟 太明显 我把它堆进来 好 那接下来 来 酱油跟味淋的比例 一样嘛 就三比二比一 所以也不用那么认真 目测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三 二 九 好 倒进来 然后再加 一 这个柴鱼酱油 这样就不用柴鱼汤了 那再补水 每个锅子不一样啦 大概就是稍微那个 腌到肉左右就可以了 差不多这样 好 然后就开火 很简单 那现在是 因为每个人的锅子大小不同 宽度也不同 你要做的份量也不同 那原则上的搭配就是三比二比一 再加柴鱼酱油 那你在这个地方 好比说我现在 放进去 原则上应该是会偏有一点点 蛋 不够的话 再加酱油进来 或者柴鱼酱油就可以了 那这边就是煮 煮到那个 水分变少了 然后肉也熟了 然后把蛋淋进去就可以了 那在做这个 这个轻子洞或是他人洞 只要跟洞有关的 我会建议蛋不要打太匀 因为打匀 待会加进去里面全部都是黄色 你就可以稍微把它抓破 然后大概就好了 那所以你待会在 这个饭里面你就会有什么 就有白色跟黄色会比较好看 好 淋第一次蛋 第一次淋上去是让它所有的食材 凝固成一块 第二次淋上去就是半身手 所以你先淋第一次 好 那如果你有盖子这个时候盖盖子 没有盖子就拽 好这是第二波 好 接下来关火 好 你要放进去的摇一摇 要把下面这个地方先抖出来 然后它就可以 整个比较完整性比较有 好 这个呢跟青植栋很像 但因为它放的是猪肉 所以在日本会称为他人豆 那你想你如果是今天你住 住小套房 有一个 饭 再加这个 应该很过瘾了吧 试试看 这一个小套房这样子 哦 就 可以看电视啊 追剧啊 边吃啊 对不对 然后又简单不难 哦 你看 你如果觉得说肉放太多 你不想放那么多肉 你就放一下三分之一 另外一半放蒟蒻 就可以了 也很好 蒟蒻丝 好 很好 汤还没喝 真的想到以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 汤鱼 调味 没喝 不 我 不 老 我 老 了 老 老 感谢观看